哈囉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到鯨魚都能懂的BOOTWIP 5 那隨著時間越來越多天了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相信尾聲了 那今天是我們的第29篇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已經介紹了非常多BOOTWIP裡面的一些 組件 共用組件 一些設定 一些原理 包含了BOOTWIP 5跟其他版本之間的一些細微的差異 那當然還有AMS的一些MURMUR 就是說他的一些好與壞 那當然目前還在這個BOOTWIP 5還在ALPHA 2 還在ALPHA 2的版本 那等到他正式Release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應該會是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好用 OK 那現在已經是大概第29天了 那我們今天想要來玩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以往都是直接採用BOOTWIP內建的一些項目 我們從來都沒有去嘗試過想要去改變他的一些CSS 那我們今天來用神速的方式 很快速去改變他裡面內建的一些樣式 那這到底要怎麼去做呢 今天我們要講的東西稍微有一些些的難度 就是我們要進入到SARS的世界 OK 那我們直接來了解看看 好 那同樣 我們今天的這個來賓 這個 鯊魚 阿鯊 阿鯊 阿鯊記得我們昨天講了什麼嗎 還記得嗎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稍微有一點點難度 所以可以接受 OK 好 那沒有問題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可以跟我說好不好 那觀眾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不要理他 OK 好 那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好 那我們直接進入到我們BOOTWIP的SARS的世界了 那當然我們這個時候 要使用的這個方式是什麼 好 我們要使用的第一個 是這個我們要先去下載他的原始碼 所以我們進入到Download 然後接著呢 Download 這畫面當中我們往下卷 這邊會有一個SARS FILE 我們要去下載他最原始的檔案 而不是這種經過了這個 Compiler之後的檔案 所以我們直接去抓他的SARS檔 好 Download 下來之後呢 那一定會看到在左下角會有一個Alpha 2的一個版本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做什麼 做解壓縮 好 那解壓縮 抓到哪裡去呢 事實上我直接把這整個資料夾 把它抓到我的 這一個 網站裡面來 抓到網站裡面來 那我的網站資料夾在這邊 那我就直接丟進來 OK 那我們目前只是 簡單是要去做一下修改 那最後面還是最重要 把它裡面的一些CSS提取出來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好 那我們要現在要做的事情很重要 現在的重點來了 因為我們要使用的是SARS的檔案 那這個時候呢 AMS平常習慣使用的Sublight 要多一點設定啦 那對各位來講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採用的是VS Code OK 那如果VS Code你不是很熟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回頭去看一下 金魚都能懂的這個網頁入門教學 那那邊其實有提到一些東西 有 VS Code的簡單的操作 那我們來進到VS Code裡面 稍微來看一下 你進到VS Code的時候 麻煩你要注意一下 請你先去開啟一個新的視窗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有一些 專案資料夾的相關設定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要去提到 那些東西了 所以你開一個新的視窗 算是一個比較保險的方式 那接著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來第一件事情要去安裝你的套件 那我們要使用的套件是什麼 我們要使用的套件叫做 LivesSuz Compiler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直接查一下 OK 這邊會有一個叫LivesSuz Compiler 請你安裝起來 請你安裝起來 安裝好之後 如果保險一起見 你就是把它重開一下 好 那接著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來Open Folder 那當然我偷懶 不想Open Folder 直接把這整個資料夾 把它拖拉進來也是可以 好 這樣聽懂 OK 好 好 那 OK 然後我相信它OK 你們也沒問題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 這個修改的部分來看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在Buswip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會有一個叫SCSS的資料夾 其實我已經把這資料夾開啟到VS Code裡面了 這個Sublight 丟旁邊去吧 走開 然後呢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已經把資料夾打開來了 那裡面會有一個SCSS 那直接點開來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是我們實際要去修改的項目 往下卷會有一個Variable Variable.scss 這個項目把它點開來 好 點開來的時候重點就是這個項目了 重點就是這個項目 稍微來切換一下我們的視窗大小 方便大家查看 好 那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基本上SARS這個檔案是要經過Compiler 它簡單來說它算是一個CES的預處理器 那其中會有牽扯到一些程式的部分 那我們這部分就是 我們大概知道一下怎麼修改就好 那這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一些 預設的一些色彩 它其實基本上都改成用變數的方式去設定 那當然其中還有牽扯到一些SARS的一些原理 這邊沒有要跟各位講非常複雜的東西 我們就講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就好了 那裡面會有一些什麼 你可以看一下 像我們之前有教過各位使用色彩系統 像是Primary、Secondary 然後Success、Info這些東西 那其實你往下捲捲到像是第63行 那個行數只是參考 不要死計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有Primary、前Primary 那後面會用到一個前Blue 前Blue基本上是個變數 我們往上捲一點點 我看到一個前Blue 它使用的色彩是這個藍色 所以你想要修改你的色彩系統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去做修改 改了之後其實就可以用 還沒結束 然後接下來 現在只是大概做一個介紹而已 那再來是我們比較常用到一個東西是什麼 我目前所使用的隔線 基本上是預設分割成12藍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預設分割成12藍 你能夠處理的畫面細節 可能不是這麼的漂亮 所以有些人就會把它分割成24藍 會想哇塞 分割成24藍 我原本12藍我就很累了 分割成24藍 不用 你在這個地方只要修改兩個字 把12改成24搞定 所以非常簡單 其中也包含了像是我們的這一個 藍跟藍之間的間距 我要放大多少 縮小多少 那它不是會有級數嗎 G-0到G-5對不對 如果你忘記的話 回過頭去看一下我們前面所介紹的 Footrip的隔線系統 那這地方我們也可以去看到說 在這裡面我們想要去制定 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除了色彩系統以外 那隔線的數量 包含像是我們會有一個所謂自動隔線 就是等藍寬的一個設定 就是RAW columns 然後你要擠藍藍寬 擠個藍不是擠藍藍寬 擠個藍 那個東西都可以製作 好 那我們很快說來看一下 OK 還配個音效 表示時間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細節的變數可以提供給你去做設定 那我現在先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在你修改之前 你要先做第一件事情 請你注意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剛才有安裝一個套件 叫做LiveSaaS Compiler 那你今天要去修改這個SaaS的檔案的時候 那麼你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底下這邊會有一個叫WatchSaaS 有沒有 這個視窗底下會有一個WatchSaaS 點下去 快 有點慢 有點慢 好 OK 跳出這個視窗表示他OK 他會跟你講說Watch in OK 表示他正在監看中 監看中 那表示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當我現在所做的任何修改 他都會自動的幫你做什麼事情 自動幫你去做監看 看你修改了什麼東西 最後面當你存檔的時候 他就幫你把這個SCSS的檔案 產出變成一個SCSS的檔案 講太快 好那我們現在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要修改的是把12欄分割成24欄 所以我們往下找會有一個GREED GREED 那你這樣慢慢找其實有點累 往下找有200多行就有了 不是200多行 這是漸層 OK 往下找會不會太累 我今天用搜尋Ctrl加F好不好 搜尋一個GREED 在327行就有了 那這你可以看到會有一個GREED COLUMNS 這邊就是告訴你說 你預設的欄數是多少 我今天想要把它修改成24 我就改成24 OK 那他有一個就是GREED GUTER WEEZ 就是預設的一個欄寬 欄跟欄之間的間距 不是欄寬 不好意思 欄跟欄之間的間距 那你就可以去改說 看你要多寬 那1.5REM基本上大概就是16像素 乘以1.5的意思 然後GREED ROLE COLUMNS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格線系統裡面 我要去做等欄欄寬 我使用自動格線系統 也就是全部都使用COLUMNS 那我就可以在RAW裡面去設定說 我這個底下做的COLUMNS要分成幾個欄 那我們之前在做的過程當中 最多最多只能分到6個欄 那如果說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想要分割成12個欄也可以 要做到這麼細 也OK的啦 也OK的啦 那基本上這樣修改好之後 我們還要改什麼東西呢 其實還蠻多東西可以改的 像是你的這個邊框線 BORDER WEEZ對不對 只要懂一點點的英文 加上有一些簡單的CSS觀念 再補上一點點 莫名其妙的SCSS觀念 再補上一個 好像太多了 好 基本上要看懂英文 稍微修改一下 然後接著回去看一下的原始碼 就知道了 但是目前如果說你都非常的 保守 不敢去修改的話 那麼我們就小改一些 像是色彩 藍寬 藍素 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其中這邊也包含了 像是我們要去設定一些斷點也有 好 那這跳過我們不要講的太細 基本上你大概有概念就好了 所以當你整個修改完之後 重點來了 修改完之後 我把它打到上面來給你看 請你做存檔 存檔的時候 存檔的時候 它就會將你 這一個SCSS檔案 把它打包轉成什麼東西 轉成一個CSS檔案 來存檔 然後底下就開始跑 就跟你講說你修改了 然後 然後最後面怎麼樣 OK 它就完成了 就像這樣子 它底下會出現一個 已經結束了 Success完成了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有嗎 有吧 OK 好 對 對 很好玩 OK 好 那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已經做好了之後 我們可以在左邊的這個視窗看到有一個 bootstrap.css檔案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我們的隔線系統到底有沒有變成24欄 這邊你要去看的話呢 也非常簡單 我們就直接用Ctrl加F去搜尋一下我們的Column 點Column 然後呢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RawColumn是變成了12耶 那我們再來呢 我們有預設的欄寬 我們剛才原本一開始來講 我們這個Column Column應該是只有12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把它改成24 所以基本上它最大最大可以到24 我們就要檢查有沒有24 這個藍就知道了 有 搞定 完成了 完成了 這樣就做好了 所以這時候表示什麼呢 表示24等於是100%的藍寬 那如果要50%的話就會變成是Column-12 就是一半啦 24的一半就對了 OK OK 那為什麼使用24呢 其實它這個數字也是一樣是一個所謂的 公倍數的問題 公倍數的問題 好 那這樣好了之後我們嘗試來用看看 用在我的網站裡面 OK 好 這個時候 我要回到 這個SARS已經結束了 SARS已經結束 我們把底下這個Watch Watch 看到這Watch嗎 就不要再Watch了好不好 不要再監看了 OK OK 好 那我就把VSCode丟旁邊囉 好 那接下來我要使用的是 Subscribe OK 我的最愛 我的最愛 好這邊我要使用的時候呢 一般來講 我們不是都會先把 先把這個視窗調整一下 那目前這個是我的 這個檔案 那我們 一般來講都會先把我的樣板先產出來 那我們產生樣板的時候呢 我們目前所使用的是什麼 使用的是這一個 Link 然後去連結到 好 這個CDN上面 雲端上面的一個 Fullstrap的CS檔案 那我現在不要它了 把它註解掉 然後使用什麼呢 使用我們剛才所建立的 那個CSS檔 那這時候呢 你的CS檔在哪裡呢 我們稍微來改一下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在製作這個 網頁的時候 我們不會把這整包 不是不是都丟進去啊 我們真正需要的就只有那個CSS 還有那些JS檔案 所以我這邊呢 自己去建一個 CSS資料夾 好不好 那接著把我們剛才的BootTrap 他產出來的SCSS裡面會有一個 BootTrap .css OK 我們就直接把它拿來用就好了 那我這邊是沒有做壓縮啦 那我們直接 先讓各位用看看就好了 OK 你要壓縮的話 另外再找工具去處理一下就好了 OK 或者說我們的SaaS裡面去做一些修改等等的 好 那我們一樣呢 來 回到剛才這個CS資料夾 把它貼進去 為什麼不給我貼 有 有貼有貼有貼 架死我了 好 那 OK 已經進去了對不對 已經進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01要連到這個檔案裡面的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BootTrap.css 我們來看一下CSS資料夾裡面的BootTrap.css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去製作12欄的畫面了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樣是Container 好 那一樣呢 好 也是一個RAW 好 然後接著我們要去製作一個50%的畫面 來嘗試看看50%的畫面 我們原本都是寫什麼 原本都是寫50%原本都是寫6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改成12 OK 好 那我在裡面就隨便寫一個東西好了 隨便寫一個DIV item 然後我把這個DIV設定它的寬度 好 設定它的寬度 它的寬度 偷懶 寬度是100% 但是高度要自己寫 高度要自己寫 因為 我們如果用50%的話 基本上它沒有內容在裡面 你也撐不開來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ITEM ITEM 我自己寫一下 ITEM 我把高度先設定個400好了 OK 接著我要設定一個背景色彩 所以背景色彩一樣偷懶 我直接使用BGINFO就好了 OK 這樣我們就看到一個畫面 有沒有 50% OK 搞定 所以我要滿版的話是不是24 這樣就好了 所以藉由這樣的一個很快速的修改 你就可以去產出一些自訂的 這個BOOTRIP的一些外觀 而且BOOTRIP的外觀 會變得跟你原本所預想的是不一樣的 其實有些公司就會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開發專案 也就是說不會每個網站都長得一模一樣 OK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這一個BOOTRIP的SARS檔裡面 還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們大概快速的了解一下 其實在BOOTRIP的SARS檔裡面 它其實所有東西 所有的變數都設定在這邊 就是Variable.scss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其實蠻多的 像表格也有 Input也有 按鈕也有 所以它整體的所有的變數都設定在這邊 你要去做小修改也都沒問題 那包含它有一些漸層色彩 那漸層色彩會用在哪裡 漸層色彩我們不是會有一個BG Gradient 就是背景的漸層 所以你也可以從那邊去修改 如果你對於它本身漸層效果的滿意度 不是這麼高的話也可以去去修改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它的漸層色在哪裡 Gradient OK 那這裡你會看到說它都有一個白色 有沒有白色 那白色色彩是哪裡來的 那一樣再去找一下 OK 從上面去找 那還有像是Spacer Spacer基本上是所謂的 你的間距的部分 或者說是你的空白空間等等這樣的東西 那它有跟你講說我預設是一個EREM OK 那對於REM有點不是很了解的話 可以稍微查一下 其實就是ROOT 1EM的尺寸 ROOT 1EM的尺寸 那還有什麼呢 它還有一些計算的項目都在裡面 如果說你本身不是很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算了 那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SCSS 或者你自己可以玩看看 我覺得自己玩看看其實並沒有非常困難 你玩了之後 不是玩了 感覺好像完蛋了 沒有 你已經玩完了修改了 讓它產出來了之後 好 那接著再去看 這個CSS的哪邊被修改 可以吧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本身對SCSS還沒有很熟悉 你也自己可以去做一些小修改 很快速可以完成你自訂的這個目的 OK 那不然的話就把英文稍微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也沒有很困難英文 我們現在目前有Google翻譯 大家要翻譯蠻快的 OK 好 那自訂你的不追破 大概就是到這邊 不知道各位喜歡今天的 內容嗎 喜歡嗎 喜歡嗎 不講話 喜歡嗎 喜歡確定 會嗎 真的嗎 真的嗎 OK 好 所以基本上呢 自己會改吧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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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回去記得要自己玩一下好不好 回去自己玩一下 OK OK 回去自己 大家自己去玩一下 VSGO如果不熟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我金魚的入門 OK 大致上是這樣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按讚訂閱加分享 OK 好 好 我們今天的金魚都能懂的不追破舞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